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新搭档获赞远超肖战、成毅 近日 韩东军因即将与杨子合作新剧而备受关注 观众对他的评价普遍正面 甚至认为他在多方面超过了杨子的前合作对象肖战和成毅 这种舆论让新剧《家业》的期待值不断攀升 《家业》官宣 韩东军成男主角 最近 备受期待的女性题材剧《家业》正式公布了海报和主演阵容 让不少观众感到意外的是 男主角并非许多人预期中的胡歌 而是韩东军 根据官宣 杨子将在剧中饰演李真娘 韩东军则饰演罗文谦 该剧由知名导演惠家栋指导 他此前曾成功指导了《演喜攻略》和《并编不是海棠红》两部热门古装剧 该剧由爱奇艺与华策合作出品 计划于2024年10月正式开机 这个消息一出 迅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除了对剧组的关注 演员阵容也是观众热议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韩东军的粉丝基础没有一些流量明星那么庞大 但他的外形和演技却让他成为了一个备受好评的选择 韩东军 颜值与演技兼备 韩东军虽然不是顶流明星 但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形象赢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他不仅拥有令人瞩目的身高 外形硬朗阳刚 气质沉稳大气 再加上演技稳定 在与众多演员搭档时 他的 化学反应 表现得尤为出色 无论是在《无心法师》系列中的表现 还是与其他女演员的合作中 韩东军的表现都相当突出 相比之下 许多网友认为 他的颜值和气质 在一众流量明星中脱颖而出 称他为 新生代男神 一点也不为过 与杨子合作过的男演员中 肖战 成义等人 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而与他们不同的是 韩东军并没有因范围争议 或演技问题 引发过多的争议 他的出场 让观众对《家业》这部剧的 整体品质充满期待 尤其是两人之间 能否产生出色的默契 更是让观众心生好奇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两人之间的 合作化学反应能达到预期 《家业》可能会成为 养子职业生涯中 又一部经典之作 而这种合作 也有可能为韩东军 打开更大的演艺事业空间 韩东军对比肖战 成义 无争议的 和谐搭档 值得一提的是 韩东军与杨子的合作 并不像杨子以往的搭档那样 引发翻味 演技 或粉丝群体间的纷争 在之前的合作中 肖战与杨子 在《余生请多指教》中 也曾受到高度关注 但由于流量明星的身份 肖战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话题中心 甚至一度超越了剧情本身 而成义与杨子的流离 虽备受好评 但因剧外种种原因 成义也一度陷入舆论漩涡 相比之下 韩东军的形象 似乎更加 干净 他专注于演技本身 而不是依赖流量和粉丝群体的支持 这一点 让不少网友感到欣慰 因为这样的演员 更容易与合作演员保持 和谐 的关系 也更有可能专注于角色和剧情的演绎 而不是分散注意力 与场外的纷纷扰扰 佳叶的原著与剧情 女性题材的又一次突破 佳叶改编自作家唐潘潘的同名小说 背景设定在明朝 讲述了李真娘 如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不懈努力 继承并振兴了家族的印刷页 作为一个典型的 大女主 剧 佳叶将女性力量的崛起 作为核心议题 李真娘不仅要面对家族的衰败 还要在封建社会的框架内 突破重重阻碍 最终带领家族重回辉煌 对于杨子来说 出演这样一个有深度 且富有挑战性的角色 无疑是一次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过去几年中 杨子凭借《香蜜沉沉浸如霜》 《沉香如蟹》等古装剧 已经成功塑造了多个经典的女性角色 佳叶有望成为她又一部 大女主 代表作 这也让观众对她的表现充满期待 近年来 以女性为核心的 大女主 题材影视作品 在中国影视行业中 占据了重要位置 从《甄嬛传》到《沿喜攻略》 再到杨子主演的几部古装大剧 这一类型的剧集 不仅拥有强大的粉丝基础 还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话题讨论 佳叶作为一部女性题材剧 讲述了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中 通过自身努力和智慧 实现自我价值 拯救家族的故事 这无疑契合了当下观众对于 女性力量的关注点 从这一角度来看 杨子无疑是该剧的核心灵魂 她过去在多个 大女主 剧中的出色表现 已经为她在这一类型中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而佳叶如果能够延续这一成功模式 将有望成为杨子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 虽然韩东军的名气不如肖战 成毅等流量明星 但他的演技实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从无心法师到十国千交 韩东军的表现一直以来都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 此次在佳叶中担任男主角 他的角色将与杨子的李真娘 形成重要的情感线和互动关系 对于韩东军来说 这部剧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如果他能够在与杨子的合作中 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演技实力 或许他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峰 在娱乐圈中 流量固然重要 但真正的实力演员 才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佳叶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新剧 不仅有杨子和韩东军这样 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演员阵容 还有惠家洞这样 擅长指导古装剧的导演加持 这一切都让观众对该剧的质量和故事充满了期待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杨子和韩东军之间的合作 已经让人感到新鲜和期待 杨子作为大女主 剧的代表人物 再次迎来一次挑战自己的机会 而韩东军则是这部剧中的亮点之一 观众期待 他能在剧中与杨子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总体来说 佳叶作为一部以女性为主导的历史剧 具备了成为年度热门剧的潜力 无论是演员阵容 导演实力 还是原著的深度故事 都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市场中 占据了不小的优势 接下来 观众只需静待佳叶的正式开拍 并期待他能再创一部古装经典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